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苏拉可以 我为什么不可以 你看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坏榜样也是如此 后来啊 凯撒嫁给庞贝那个女儿去世了 他们之间的亲情纽带呢 也就断了 这个时候 凯撒已经征服了高卢 功勋捉住 声望挡掌 庞贝呢 守在罗马城里 身边的小人啊 就不断的挑唆 说凯撒一定会像苏拉那样谋反 庞贝呢 就起了疑心 这是一个典型的 自我实现的预言 你说凯撒要谋反 发十二道金牌招他回金数值 他结果真的就反了 庞贝 西塞罗 加图这帮人呢 就仓皇撤离罗马 凯撒独裁的时代由此到来 这里差一小段 庞贝呢 逃到了埃及 凯撒就发兵埃及 埃及的大祭司呢 沈士多士 杀了庞贝献给凯撒 结果凯撒却说 我是来接老朋友庞贝回家的 顺度就灭了埃及 把他并入了罗马的版图 后来呢 凯撒选择了一个埃及的管理人 就是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 存续了五千年的埃及文明 从此就灭亡了 灭在了凯撒的手里 凯撒做的事情呢 前几步和苏拉一样 第一步带兵回京夺权 第二步独揽大权 但是凯撒在独揽大权之后 没有实行恐怖统治 相反 他极力弥合上层贵族之间的矛盾 也用经济手段呢 去安抚下层的民众 他的行动表明啊 他是想把罗马重新团结起来 他很快就被刺杀了 如果凯撒是像苏拉一样心狠手了 早早的就清除掉阵敌 或许他不会死得这么早 凯撒死后呢 他的政治继承人乌大维 他的部将安东尼 雷毕达 就形成了后三巨头政治 他们呢 用恐怖统治 清除了反对凯撒的势力 不过这次不是依靠暴明统治 而是依靠杀手 之后啊 乌大维灭了安东尼和雷毕达 罗马又各一一统 帝国呢 最终是在乌大维的手里建立起来了 你看看 三巨头啊 从来都没有好下场 都是面和心不和 迟早要翻脸的 三角形最稳定这个道理啊 在政治里面 其实不适用 先简单总结一下 从苏拉到乌大维的转变 背后呢 是共和制度失灵了 需要新的政治秩序 苏拉呢 用暴力统治 获得了独裁 实际上是杀出了一条血路 他的见识和健康状况 都没有让他走完重建国家这条路 而凯撒呢 已经有了明确的意识 去重建国家 但是很可惜 被刺杀了 乌大维呢 必须坐上独裁者的位置 才能够像苏拉 凯撒一样 做成他没有做成的大事 要办大事 就必须有大权 要有大权呢 罗马只有一种选择 那就是打 乌大维啊 作为凯撒的继承人 确实完成了凯撒未尽的事业 下面啊 我就带你看看 乌大维是怎么把罗马升级换代的 我从三个方面来讲 我们先来看看名号和体制 严格来说啊 把乌大维叫做皇帝是不对的 元老院和军队授予他两个头衔 第一个叫奥古斯都 第二个叫皇帝 奥古斯都这个字啊 带有宗教意味 是看守者的意思 你大概可以把它理解成国家的守护者 皇帝呢 在当时拉丁文里是 imperator 这个词后来英文就是emperor 他的意思很简单 就是军队的统帅 司令官 commander 乌大维呢 爱把自己叫做princept 他的意思是第一公民 一般啊 把这个词翻译成元首 后来这个词在西文里啊 就变成了君主 英文就是prince 总的来说呢 罗马皇帝通用的头衔啊 就是凯撒和奥古斯都这两个字 乌大维啊 在名号的问题上很谦虚 他非常小心的顾及了共和传统 但是呢 他实质的改变了这个体制 罗马的政治中枢 由共和国的元老院 变成了现在的元首 对所有重大政治决策 都是以元首为核心展开的 所有的政治机构啊 由他设置 对他负责 但就是这样呢 罗马的帝制离中国还是差一大件 在中国啊 皇帝当然是世袭的 但在罗马 原则上是不能世袭的 在罗马 谁要是把至尊之位传给了儿子 那是冒天下之大不韦 罗马皇帝的继承啊 都是通过指定政治继承人完成的 但实际上呢 这埋下了一个重大的隐患 我在下面 再跟你细聊 下面我们来看看 军队和管理 乌大为啊 大力改革了军队的体制 把军队分成边防军和禁卫军 各司其职 乌大为在夺权的过程中 和掌权之后的征战中 都体现出大将军的战略才华 加上他对军队体制改革有方 军队就完全服从他 军队啊 本来是造成罗马混乱的重量势力 现在也都安静下来了 在管理上呢 他改革了刑审制度 改革了税务制度 建立了警察制度 建立了消防队伍 庞大的帝国呢 因为有了这些制度 逐渐就变得井井有条 最后 我们来看看社会和文化 乌大为啊 大型土木 不仅修建了各种神庙来塑造政治宗教 而且啊 还修建了罗马大道 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 主要就是乌大为修成的 有了罗马大道呢 长途贸易 就非常的便利 帝国禁定 各通有无 再加上避制的改革 保证金融秩序 经济啊 很快走向繁荣 乌大为呢 还庇护了一大批 顶级的罗马文化人 比如说大历史学家李维 大师人维吉尔 赫拉斯 奥维德 罗马的文化 进入了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 乌大为呢 几乎带来了万象更新的局面 历史上把它叫做罗马治下的和平 到这儿呢 我就可以跟你分析一下 罗马在用帝国取代共和之后 迅速走向兴盛的原因了 从大形势上来看 可以征服的地方还很多 这意味着土地和人口的输入过程 没有终止 罗马文明的经济营养 没有断 从政治权利的格局来看 马略和苏拉之间的斗争 所导致的上层分裂 引发了大洗牌 新的政治强人啊 涌现出来 从政治统治的对象来看 大而复造成的贫富分化 使各种社会矛盾非常尖锐 必须通过制度创新才能够解决 这套逻辑呢 就要求罗马出现一个 手握大权 同览全局 而且有管理意识和管理才能的人 苏拉呢 没有管理意识 也没有管理才能 凯撒开来有 但是没有得到施展的机会 乌大为呢 既有这个意识 又有这种机会 他活到了77岁 他运用手上的无上权威 把国家带入了新的轨道 一个适用于大而复的社会状况的轨道 这才真正叫做雄才大略 沿着乌大为的足迹啊 罗马帝国走了大约200年的辉煌之路 虽然乌大为的继任者和他们的继任者呢 不全都是好行李 还出过卡里古拉或者尼路那样的暴追 但是呢 乌大为大的框架足够好 没有出太大的乱子 罗马啊 在公元一世纪 进入了惠煌的顶峰 也就是五贤帝的时代 这五个皇帝是 米尔瓦 图拉针 哈德良 安东尼庇护和马卡奥勒留 在他们手上 罗马政治安定 版图扩张到了极限 经济繁荣 人民安居乐业 五个好皇帝接连坐庄 而且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这在人类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到这儿呢 我就可以帮你总结一下 罗马帝国最正面的经验了 到底什么能够有效地管理庞大的帝国 第一 稳定的政治统治 皇帝要雄才大略 但制度同样重要 乌大为对罗马最大的贡献 就是他主动地运用自己手上的权威 建立起一整套 适应大规模共同体的政治制度 第二 有效地行政管理和司法裁判 帝国政府呢 就能够及时地有效地 管理和回应社会需求 解决社会问题 第三 发达的产权制度 罗马法全面的合理的 保护了私有财产的战友和交换 为市场经济提供了充分的法制环境 第四 卓越的公共交通 健全的货币体系 流畅的长通贸易 这使得罗马经济和社会 自然而然的就融为一体 有了这些呢 帝国就走上了顶峰 成就了人类古代社会当中 最庞大的 以市场经济为底色的共同体 这个时候 你就能够感觉到 古罗马对中国最大的歧视了 大规模共同体 只有依靠大规模的制度创新 才能够维系和发展 很多制度 是一个文明处于小规模的时候 完全不需要的 甚至想都想不起来 比如说 当你所处的文明 就是一个村庄的规模 你很可能会和村民们 一块商量 怎么修路 但是你一定不会去修 自来水系统 地下排污系统 规模这个事很神奇 它不只是庞大的领土 和众多的人口 你不要只是把它想成大 而且还要把它想成密 密度大了 规模也会上去 人口密集 比如北上广深 就会自然而然产生 很多婚礼 根本想不到的 但是必须处理的问题 比如拥堵 比如医院排队 比如城市卫生 比如食品安全等等 中国原来就很大了 改革开放40年 让人口资本技术 都变得更密集了 可以说 中国的规模之大 已经非常可观了 规模越大 对优良制度的系统 就要求越高 从吴大为的故事里 我带你找到了 罗马升级换代 重铸辉煌的诀窍 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大规模共同体 必须建立优良的制度 来进行系统的管理 好 这一讲讲到吴大为的故事 我跟你分享了 他把罗马带到 辉煌顶峰的秘密 但是呢 马上会产生一系列问题 这么一个好的制度系统 为什么还会走下坡路 最终还是毁了 罗马作为古代文明的巅峰 他为什么没有万事长存 他一定有自身重大的缺陷 下一讲 我就来告诉你 这些问题的答案 期待你的到来 咱们下一讲再见